有一天,拖拖地時 哎呀,誰那麼沒手尾? 放置地拖在這裡 看真點,咦? 牠是一隻狗狗 這隻狗狗擁有像地胎一樣的毛髮 牠就是玻璃犬 這隻是十二歲 牠叫Apricot 另外一隻是十二月就十九歲 十九歲那隻就是我先生要的 牠在英國見到,覺得很有趣 後來自己搜尋一下 後來在香港養了 玻璃犬是源於匈牙利 如果是匈牙利人來說 其實牠們都蠻驚訝牠自己的犬種 有一種很有趣的說法 就是如果你跟匈牙利人說 你的狗狗很可愛 其實牠們就說 這不是狗,這就是Poolie 玻璃犬的魅力不僅迷到匈牙利的國民 這隻玻璃犬在Facebook 更加有超過250萬人Follow 牠的主人更加是Facebook的創辦人 珠黑白 玻璃犬最搶鏡的就是牠的毛毛 到底為何牠的毛髮會像地拖 牠的毛是捲一個角 一條條像繩 牠有兩層coating 其實牠兩層毛髮生長的速度 其實有不同 寶寶仔出生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只是一個很可愛的 好像沒有公仔 一個波 那些毛是軟軟的 亦都是很軟熟的 但是大大下牠的毛髮就開始生長速度有不同的時候 就開始會出現這些打結 或者我們叫cord的狀態 玻璃犬的歷史可以追溯回九世紀 牠們隨著中亞遊牧民族 馬扎爾人來到匈牙利 已經有超過1000年的歷史 玻璃犬起初就是主要負責放牧和保養加速 牠們還會和可蒙犬拍到牧羊 各施其跡 可蒙犬和玻璃犬的外貌都非常相似 要分辨牠們可以由兩方面入手 牠們最明顯的分別就是體型 玻璃犬屬於中型甚至中小型犬之間 可蒙犬是比較大型的犬隻 玻璃犬有幾種顏色 有黑色、白色、灰色等等 可蒙犬是白色居多 另外可蒙犬和玻璃犬可以合作 可蒙犬可以混在羊群中 因為牠身是白色 所以羊就不會害怕 而如果玻璃犬在途中 看到有其他動物想襲擊羊群的話 牠們就會立即呼喚 在營較大的可蒙犬來光拖 實行女應外合一起擊退外敵 牠是一隻很有活力、活力、聰明 很聰明的狗 牠就像一個小寶寶 都很黏人的 其實很黏人的 其實很喜歡別人摸牠 不停摸 最主要注意的是玻璃犬是一隻很聰明的狗 所以在訓練方面 主人要下多點功夫 牠很聰明 如果訓練得不好 隨時牠的聰明 就去了不應該去的地方 就會搞破壞等等 香港的天氣又熱又濕 主人要特別留意玻璃犬的毛髮打理 牠多毛 好像扭不乾的毛巾 就算洗完澡 如果你吹得不好乾 都要有一種呆呆的味 所以盡量都要吹乾一點 用一些大風筒吹 吹三個小時左右 因為玻璃犬幾乎不會脫毛 牠的毛一旦打擊了 一髒 基本上你就要幫牠洗澡 洗澡是一個很挑戰的工作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幫牠清潔乾淨 你要確保每一條的骨 要浸透 去找有沒有污垢 然後洗乾淨 就這樣用抹 Airdry 乾 其實要兩三天才能乾透 一般如果沒有經驗 不建議自己做 最好給一些有經驗的Gloomer 幫你處理會比較好些 玻璃犬其中一種常見的疾病 就是眼睛發炎 都最多是因為毛髮太多 或者一些髒東西容易刺激到牠的眼睛 甚至乎有些分泌物可能會變成黃色 綠色等等 這些都是眼角膜發炎的一些跡象 有些主人會選擇把毛剷短一點 有些不想剷短的話 就索性好像紮邊一樣 把前面的毛髮紮到後面 這些是有幾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眼睛的問題 Hip Displasia 那個關節病 這個Patella Luxation 即是我們所謂波羅腳移位 都是比較常見 在玻璃犬看到的胃傳病 如果主人在家裡留意的話 其實都是留意牠行路的步伐 平時坐著起來的時候 會不會差了 甚至乎牠行路的時候 好像有吊腳 這些都是屬於關節問題的先兆 總結來說 玻璃犬就是一隻聰明 而且很有活力的狗 主人需要在毛髮打理上 多用心思 健康方面 可以留意牠有沒有眼睛 皮膚和關節等等的問題